Hello,我是三点大师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极其不严谨的测评 为什么叫不严谨 因为有个粉丝问我 他说小米的4800万的这个摄像头 小米9的 他的拍照真的能吊打这个单反吗 这个的他像素只有1000多万了 我们来试一下4800万和1200万的一个手机和相机之间的拍照对比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小米9的这个摄像头已经擦拭干净 这个镜头相机的镜头也是干净的 我们以前方的这个兔子为参照物 对他进行拍照 然后我们再来数毛来看一看 然后这个现在我将他的这个4800万的超清已经打开了 刚刚你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对他进行对焦 然后我选到这个兔子的这个鼻子的地方 OK拍照 可以看到刚刚已经拍了一张 而且他正在油画和解析中 OK现在我们再拿起这个 相机对他进行一个拍照 已经对上焦了 OK 也已经拍了一张照 那么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小米9的表现 我们来开始一波数毛的操作 放大放大放大 OK它上面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超清晕了 可以看到吧 这个毛发的一个涂抹还是比较严重了 哪怕是4800万的像素 我们再看一下它后面的这个虚化 基本上不是很明显看到没 就是这个门把手还是看得到这个门把手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虚化 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立体感 OK这是小米9的表现 我们再用这个相机内置的这个 这个镜头 那个屏幕来看一下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放大 哇这个毛发看到没 非常的锐利 每一根都是看得非常清晰的 这个只是1200万 这个相机只有1200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面门把手的虚化 可以看到已经虚化了 看不见了 它后面非常的漂亮 而且整个要更有立体感 所以说一个4800万的手机拍照 是怎么都吊打不了这个1200万的专业的相机 所以说大家买手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是像素越高 成像效果率也好 后期我会将这两场照片放到我的这个信息里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看一下 OK我们下期测评再见 拜拜